假论童子的年轻才要去 立下的这一天 早上八点钟 小朋友念起课文 吭枪有力 宽霍教学环境 已看不出曾饱受汶川大地震摧残 来 这里吧 台湾 让你们看我们实际行动吧 解忆的同样们 加油 这里是成都解放北路第一小学 虽然不在重灾区 但当年学校门面教学楼 不堪强政威力受损 经过台湾协助重建 新大楼棋盘格设计 齐来有自 以培养棋手文明的解放北路第一小学 当时的教学大楼 就是受到汶川大地震影响 而倒塌 透过了台湾的善款注入之后 现在重建的教学大楼 也重启了棋艺课程 这样的棋艺教室 可以提供学生使用 重拾棋艺社团 杰北一小把对台湾的感谢 化作努力 拿下一座座全国赛事奖杯 比旧楼 其实我们原来的那栋楼 旧楼好多了 这上面不仅有骑士 还有创客教室 这边的设备也比那边好 因为台湾 我们这栋大楼 改造前和改造后 非常大的一种改变 我非常喜欢台湾 十足年之际 其实我们非常的感谢台湾同胞 给予我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像全国人民一样给予了我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想 雪 浓与水 两岸一家亲 让我们共同上照更美好的未来 镇后人维持每个月的地震紧急演练 德阳市的这一所初中 当年地震巧碰下课时间 师生得以全数逃出 因为还有很多同学 当时本来就在操场上玩 中午因为那天天气也不是那么晒 所以我们觉得学生当时 疏散的程度还是很不错的 一场大地震让东湖不爱初中 几乎校舍全毁 但是重建之后 虽然旧校舍不见了 取而代之却是满满的台湾记忆 这栋教学楼是台湾红十字 组织原间的一栋教学楼 整个大楼 它总的投入 它是1038万 打掉重启 新教室一应俱全 先进设备比较成内 每每开班会 老师总会提起台湾援助 让我体会到真的 海峡两岸的同胞 那种雪浓于水的 那种感情一下就凹陷无息了 虽然我没有去过台湾 但是来读水你就感觉到那种 就是大家的距离非常的近 我觉得都喜欢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教学楼很美 很完美啊 来到安县秀水卫生院 院长谢万俊是古商科专业 看诊36年 诊间病患天天爆满 时间倒推10年前 正后的卫生院全岛 医生们也受了伤 我的头衣上也是天花板掉下 把头衣炸上 但是仍然没有时间休息 就仍然抢救病人 台湾上款涌入 让卫生院能原址重建 尤其这一处设计 充满台湾风格 从震荡市出来 万船大地震来自台湾捐款 总计达70亿台币 十年光阴 灾区甩去阴霾 力拼重建 看不见地震留下的痕迹 看见的全是两岸留下的 深刻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